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一天内就有超过10万人逃出乌克兰 多半都是老弱妇孺 联合国估计到7月 可能出逃的乌克兰难民将会多达400万人 乌克兰则东纵特伦斯基这位犹太裔的总统 现在则成为了团结明星士气的支柱 就算是躲在防空洞里 基辅的民众依然坚决拒绝投降 他们说就算是因为被炸得一无所有 他们还是要坚持下去 西方各国经济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 普京还以压力快速制造难民 开战以来 俄军无差别轰炸乌克兰全境 为紧速帮平民逃难 波兰打开所有与乌克兰连接的关口 徒步或开车都放行 3月2日单日就有超过9万8千人逃进波兰 以此速度 乌克兰附近所有邻国 两天内要收容数目破百万的难民 同样位在西侧的邻国匈牙利 也已经收容超过10万人 火车开进匈牙利国境 超过11万难民已经逃抵这个安全区 要往首都布达佩斯的人可以得到免费车票 再做下一步打算 但多数人根本不知能去哪 因为几天前根本没预料要逃难 男人都被留下打仗 对逃出来的老弱妇孺来说 想到就伤心 带着七岁儿子与一只猫逃离基辅 年轻妈妈只能带两个背包的行李 不知下一步 心碎和茫然是多数女性难民的共同感受 西界无战事的乌克兰城市利维夫 200多个临时避难所里 睡满了想逃离家乡的难民 战火蔓延 开往波兰的火车何时会停 没人知道 逃出来的还有不少雅裔与非裔留学生 有人抱怨不是乌克兰人 通关就特别困难 但回家总是比离乡开心 普京开阵的理由之一是 保护乌克兰境内 恶语系民众的安全 但事实呢 普京入侵的另一个理由是 乌克兰的泽伦斯基政府 正在建立纳粹化的国家 一位乌克兰犹太教首席拉比 怒呛普京胡扯 老拉比还直指普京的逻辑问题 什么样的法西斯国家会议超过七成的选票 选出一位犹太人当总统 泽伦斯基不仅是犹太裔 祖父还是前苏联步兵 他就来自乌克兰东部鳄语区 抱着婴儿躲在基辅防空洞的妈妈 感觉现在乌克兰人民比克里米亚战争时还要团结 在波兰边减战 记者也看到很多乌克兰男性 几上大巴士要回乡打仗 对不少人来说 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国家 是他们甘愿的选择 TVBS新闻综合报道